free travel 今天 來自政府產業以及在地的各界代表 一起來到苗栗外敏理港 共同見爭 目前台灣最大的 北岸风电 海能风电正式完工启用 海能风云厂一共有47座的风机 装集容量达到376MW 每年预计可以发出15亿度的电 相当于38万户的台湾民众 一整年的民生用电 今天的海能风电完工 有三项重要的意义 第一是供应产业需求 强化我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绿电已经是国家发展产业 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 作为贸易出口国 台湾产业对绿农的需求 只会越来越高 继续发展冲击的绿电 对维持台湾产业关注地位 是非常重要 第二的意义是展现绿电在台湾 正稳健的发展 2016年整年的风电加上光电 发了20亿电 2022年的时候 则是发出了超过140亿度的电 已经是过去的5倍 随着风光发电 持续的建设 我们发电故事也会越来越多 第三个意义就是让我们的工业 调度更灵活更有效率 进入再生能源的时代以后 台湾也持续的强化 电力调度明示 过去最大的挑战 是我们白天6小时的日间工 现在因为太阳光电的协制 所以可以把快速升降的 黄契基础水力发电和工具 更有效率的将助用在 时间更短的日间工时段 今年还有很多的绿电引擎杯要完成 未来台湾要继续迈向2050竞云展现 我们一起为台湾来努力 谢谢 谢谢大家